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个囚犯,他曾经呢是名军人,后来因为杀害了自己女友的堂妹,而成为了阶下族。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他和被杀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山东东营市的看中所里啊,我们的记者见到了这个男人。 画面上这个男人就是杀害女友堂妹的患者前人,魏凯,今年算是他。 当记者问几个杀人攻击的时候,他的回答让人觉得有些意义。 其实到现在,有时候自己想起了,我也搞不懂是那个,当时是为啥那个,从来没想到要去杀,也没愿意,也没愁呢,反正想回来刺手呢。 记者问魏凯,既然想去刺手,为什么却一直没有去刺手,反而杀人之后潜逃到外里去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魏凯一度说不出话。 因为你扔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那样想了,啥时候发现,啥时候就缓吧,可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很显然,这个魏凯一直都抱着侥幸心里啊,他认为可以是逃脱法律制裁的。 这说到侥幸心里,其实也有一定原因,因为他把这个死者杀害了之后啊,把这个尸体抛在了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颅尾塘里。 但是这个魏凯却万万没想到,他所精心选择的藏实地点,哎,竟然被人给发现了。 2010年4月8号,东营市石口镇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有人发现了一个袋子,怀疑里面装的是人的尸体。 当时这个报案,人家闻到漆吐,他没干过去,扒了开看,是什么东西? 这是怀疑这里面是一句是指。 事发地点位于石口镇东三村,一个芦苇堂。 芦苇堂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大约有300多平方米。 芦苇这个地方是该村里原生的一个旧食堂,现在砸完了芦苇,村里面都到这里抽到垃圾,这点人又少,又回来有人来。 这片芦苇堂,紧靠着东营市的主站到哪儿路,从哪儿路到芦苇堂的距离只有30米。 虽然两地的距离很低,但由于去年雨水非常高,芦苇长得很冒险,而且也特别高。 所以不管是从外边看还是走进了芦苇堂,都看不到里边会有什么东西。 但是到了今年,由于当地雨水相对较少,芦苇堂里的水慢慢就干渴了。 这才有人发现了芦苇堂里放着的那个贬值袋。 我到现场找了一个树枝,把那个贬值袋挑开一看,没有那个皮肤的人的头颅。 面目全新,高点,起床。 贬值袋里是一具腐败了的死者的衣着比较,法医和妻子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评论。 在民主众大约的2米长,50克方米的150克方米的8米。 上面呢,什么东西? 在外边,在外边,打开一下就行。 在外边,打开一下呢就行。 死者的外套已经和鱼鱼混在一块 根本就无法辨认了 除了之外 法医在死者的脖子上还发现了一条白色的响亮 对于死者的死亡原因 法医做出了重复推举 那一打开这个奔合的事情 是挺特殊的 在经营事件的同时 警方在鲁尾堂的周围细计判查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来 但是搜索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而在死者身上 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起身份的故事 根据现场判查的信息来看 警方分析 这鲁尾堂应该是个抛尸县城 死者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之后 被扔在这了 由于死者身上的项链没有被拿走 警方就基本排除了内裁杀人的可能性 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杀人呢 这缺对 特别是同时的难解 对这个整合的民众 缺对私人的审愿 实验 用来包裹实体的 是在农村里面 曾经来包民化的袋子 而这个袋子不在程序相对来说 于是警方幸福派出一组军塔 所以案发几个新的信息 查访最近半年以来 有没有年轻的女子徐 或者有没有见到过符合词的相关信息的人 在那里边 从哪里边 四十个人 在那里边 光看然后就打他小一段卡上去 就那么从里面那里边走 世界上如果是用水饺 都是那样是个人来的 在农村站住的人员比较少 一次警方的摸牌头 周围的女子 并没有发现农村 草食检查又靠近农村去赚到达尔 那么尸体会不会是不在意 随后警方又派出另一组主察员 对网上尸宗人口进行信息查询 希望可以查到 随后警方又将输作范围扩大到东宁的独边地区 你放了 不做了 登陆一家公安局玩完 当事家过来就太差 因为当地公安局一家公安局比较多 因为我们是很亡狱地区 区区的信息 我们在目的区区所 这个比较这个能够与下方相似的信息 我们性能非常幸福的下流 共识这种这种 我们有很好的方法 对我们的地方都在特殊 供作抛逐案的关键 就是确定死者的身份 但是东宁警方啊 费了很大的功夫 却仍然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来 这案件一时啊 是陷入僵局了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 黑夜最黑的时候 那就是林宁的开始啊 这件案子最终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 有了进展了 有了这个魏防是唱了下公安局 发飞机消息息 唱了下英文这个目的 在曲面 在林宁公园里 嘴子 是几个人的影响 当宁公园的 担了形状来看 他会判断比较生 民警立即联系了 师徒女儿 并且安排他们 与死者进行DNA的进行 要进行DNA建议 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锁 一部是死者 直接进行DNA出品 另一部是死者 但是由于死者 时间太长 只剩下了一具白骨 而且骨骼 分化程度也很严重 这位DNA的提取 带来了很难 无法提取到死者的定义 也就无法确定死者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来确定死者是否 当宁公园的 是否在 死亡的尸体身上 有一个行列 在其中一三个 对他的尸体 这是一个检验 看一看 他走到的 这些特别联系 他也不能 从这种问题 随后 警方将死者的相关资料 送到了设计成本 经过两次程序 终于提取到了 死者的检验 很快 死者的身份 也得到了确定 得知死者就是自己的女儿 这死者的父母 是非常伤心的 随后他们很激动的说 一定要找到这个魏海峰 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这老两口 为什么要说魏海峰呢 这魏海峰是什么人 和他们女儿的死 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死者的父母说 他们的女儿叫小女 今年二十二岁 在烟台一所大局 今年已经上大四了 年龄毕业找实习单位 去年八月底的时候 他离开家 说是要到维坊打工实习 科长四 是因为他是一个改修的学生 年龄毕业了 正好这个魏海峰 在四十八五 当时我这个魏海峰 离开的时候 就是 一年龄毕业 往五秒里去了 在四十八五 他吃了个 就四十来生 小米十七年纪 她的家里人到维坊设计 寻找她 也一直没有人 后来家人从小米的 同学的一步呢 大提到一些关于 女儿的消息 对吧 他当时 给他留在牙子去 联系的一些控制 他有一些的相关人员 共同的一个 一个结果 你就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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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子 联系 听似的联系比较多 他的家里面 从人拨死 到石头的 在魏海峰島去寻找 魏海峰島去寻找 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小米的父母就怀疑 女儿很有可能 是被他的男朋友 为孩子被拐卖了 两千人被死还打了起来 那么这个 在烟台上去的女孩子 怎么被认识 在冰营的魏海峰呢 两个人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呢 当警方询问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这发觉死者家人 情绪呢 有些不对劲 好像不愿多喝 警方又进一步的 进行询问 可这死者父母 仍然保持着沉默 随后 警方就开始 查找这个魏海峰的下落 去招这个 女孩父亲 在这开始的时候 其实找不到你 我今天从来处理掉 这人就该处理 后会一样无人血 魏海峰不知去 警方通过去调查 了解到这个人的一些情况 魏海峰今年33岁 曾经打过兵 一直被轰 为什么 但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出一屋之后 一直呆呆打鼓 当警员 我还是不得说 你说当警员 你干净 对他的当警员 比较信任 对他的一些 未认出信任 要了解的比较少 这些当警员 他在外打鼓 至于他干什么工作 在哪里 在哪里都打鼓 这个 公司才能 没有认识之下 侦察员在调查过程 发现死者小米 与魏海峰之间 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感关系 等出时 去下把策略强调查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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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警方得到消息说 内海峰已经潜逃到了宾州 警方日移派人赶往宾州 对内海峰进行发布 方向离地远落 ranking 然后来对zes远落 加比书 还有银河的 routes 去找 own way 做人研究 胡闯 魏海峰被抓之后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是他却否认 自己同时和这个姐妹俩有着恋爱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魏海峰为什么要杀害这个小敏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我已经解密 不来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今年的4月8号 在东宁市石口镇一个芦苇堂里 有人发现了一具白骨女尸 经过DNA的检测 确认死者是一个叫小敏的22岁女大学生 警方在经过大量的侦查之后 终于将这个犯罪嫌人魏海峰抓获 魏海峰在宾州被抓后 很快就交代了粉丝 他说自己在美方大公司 认识了一个叫小水的女孩 后来两个人 感情也一直很好 死者小敏和小水 是一个家族的好选 也正由于小水的关系 后来他认识了 就是他从燕山回来的时候 去找他姐姐 然后我请他吃饭 就能让人认识他了 小敏性格开朗 长相有趣 魏海峰显得很喜爱 而魏海峰也能说味道有某风趣 所以两个人很 所以我当时吃完饭以后 他姐姐都冬营了 他就上 那个回家去了 然后在七天呢 他跟我们发了一个信息 跟我们怎么样 我听好了 然后我就随口一会儿 跟他那个 他跟妈说最好吃鞋碗 吃完没了个地 我要散这个人 由于小敏对魏海军 再加上对方同伙 有点好心 于是小敏就答应 来到了某 那晚上喝了酒吧 因为当时他跟他对象也不说 烦的 他也挺烦的 我也挺烦的 他妈性素的就发生关系了 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 魏海峰和小敏 陷入了不正常的感情 这时候魏海峰的女子 也白了日子 而且两个人这么大分结婚 他家人员 反对了 小水的父母觉得 魏海峰比自己的闺女 要大了十岁 而且还没什么正常工作 养活自个都是个问题 你说怎么能承担起 养家糊口的责任呢 所以两位老人 对这门亲生是不同意的 可是一考虑到 自个孩子都已经 现在有了身孕了 这心里边呢 又有点动摇了 有点犹豫了 于是私下里呢 先对这个魏海峰 进行了一番调查 得知魏海峰是这样一个人品 这小水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了 这为了阻止两个人的婚事啊 他们向魏海峰要了一大笔的彩礼啊 希望啊 他能够自拿而退 这女朋友的家人反对他们的婚事 其实魏海峰的父母啊 也反对这两个人来往 我家人也不是很满意 反正就是一些家庭的原因嘛 就是家里觉得特别小 再加上来那个 觉得人小啊 到时那个变化 会比较大一些 后来被海峰的母亲考虑到 小水已经怀有职业 就勉强同意了她 随后被海峰便去围方小水的家里 商量了结婚之事 他家里来就是说是非常钱 非常钱的 因为那我母亲当时也同意 因为说是慢点 家里就商量商量 那不能说无缘无故的 就把钱给他了 但是娶他就不是去买他 对不对 我们说回来再商量吧 但是他家里来 一直就不拿钱去 就不同意 商量 在女朋友小组家 双方没有把结婚的事谈论 那些海峰呢 回到北方后 细末呼吸着他 想起了小脸 于是就给小平打了政策 进去向他进 小回家了 身上全部都 给他打了个电话了 我说你先过四五十块钱吧 结果他那个到北方找到以后吧 然后回东营 他就跟着我跟他玩 我去玩吧 然后再说光吧 我也挺烦的 他那家里那王也喝了不少酒 就跟他发生关系了吧 第二天 这魏海峰和小米就回到了东营 又住进了魏海峰的老房子里 为什么说老房子里呢 因为在当地啊 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 就搬到城里的 或者更好的地方 买新房子了 他们原来在村里的房子 大多数就空着了 魏海峰每次带着小米来东营啊 都是将他带进老房子里 那这回也不例外啊 再加上魏海峰家的老房子 就靠近马路边上 俩人一下车 就去到屋里了 所以当时啊 也没有村民发现 这小米来过村里 在老房子里 两个人吃饭的过程 魏海峰因为和女友要分手 人家很高兴 一直都在喝闷 在老房子喝完酒吧 我说你先送你房子 他那个不干 这些真的挺有像 魏海峰坚持要让小米 但是小米就坚持不会 行迹之下 小米就让魏海峰还钱 当时不是跟他那个 他想拿着钱走啊 我说你过两天吧 我当身上一个 因为刚刚回家 我说呢 过两天我说你睡 然后再说那个 到我跟他发生关系的事吧 和他姐姐 我说你这不是害我 我说 我说你看本来咱们两个人 我没开始认识的时候 也从来没想到 我不要走了吧 对不对 那回去钱 我给你 就签了 跟你送过去 不就说了 就因为那个事 吵下来了 两个人是越吵越厉害 声音也越来越难 当时得比 有人厉害 还把这事闹大了 让别人知道 余子就开始吓唬笑 我说你先吵 我说过来人以后 不让开 对不对 他听 他那没大 然后我说你再喊 就你名意思了 然后我说吓唬他 他不听了 然后就拿了个棍 我说你再 我就送了 他还是不听 之后魏海峰便拿困子 抡上了小米 小米不断的反抗 用手狠狠的掐住小米 结果没想到 把对方给掐住了 但是魏海峰没想到的 自己刚来到魏方没多久 就被当地公安机关 带回去了 他家人就隔了两天吧 报警了 当时大家都挺杀的 因为在外地吧 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那个 我也觉得挺害怕的 他问我的时候来 我就什么也没说 然后那个就把我给放了 魏海峰说 他就是因为这一次被警方戴使凤化的原因 而让他改变了 我一看那个 无论我 有没有 有没有关我 就觉得 他一天算一天吧 回到东营后 已经是夜里飞了 他把小米的尸体从队里拖了过来 装进袋子 然后把小米的尸体 能够尼他不离他 无论他 谁后 雷海变逃 还不论你会害怕 肯定害怕 就说他那个 感觉他在我身边 他不要加热了 这一天醒了 自己的心里 很害怕 很困扰 就当时 不算是快崇溃了吧 就差不多 雷海峰说 他起初逃难的那段日子 这一心里也很害怕 这一死者小米 在他的家里 也感到不离 可是后来 小米家人 不断地感到要人 尽管他 就让他的心里 也让他对死者 小米的愧疚感 也逐渐消失 他家人 他是因为他家人 整天威胁 要杀我的犯 而且他的家人 都要发短信 整天要杀我 要打死 为威胁我 为了防止自己的事情在路 雷海峰在一个地方 不得来什么 并且经常 并且合作 尽量的不够家里而已 然后有一天 他接到一路电话 让他再次紧张 害怕 后来 听老家说 发现一个失去 因为家人条件 一般 刚才想回来 刺手 但是 比如说 打工也不容易 那么 所以 等他发过 以后 信老四信 老有信 想跟他们说一声 我没想到 所以这么快 告诉我 威海峰说 自己被抓捕归案之后 心里边 彻底踏实了 终于不用每天 东躲西藏 不用再每天 做噩梦了 但唯一让他 没想到的是 警方居然这么快 就让他心里踏实了 这听了 威海峰的讲述 似乎他只是 一时冲动 失手掐死了小敏 而这只是 犯罪贤人的 一面之词 真实的情况 到底什么样 因为一个人 已经死去了 很难对证了 我们也就不得而失了 不过有一点 可以肯定 这是一段 三角恋情 引发的悲剧 所以说 老G在这儿 要提醒那些 摄氏不身的女孩子们 要具备 自我保护的意识 不要随随便便 跟一个陌生人亲近 更不要让自己 陷入到 不道德的情感关系中 否则的话 很可能会 惹祸上身